那首先的话当然我们黑名单筛一圈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用录制聚齐的部分 因为录制聚齐我前面讲过 所以这个我就不展示了 主要我讲的就是如何怎么样 如何就是用BBA来撰写 那其实主要会有两个部分要了解 第一个就是说那我该 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回圈加两行程式 这个动作就大功告成 所以一个回圈 有没有然后再加两行程式 自动就帮我把结果给捞过来 总共五行程式 OK 然后清除的话当然我是用那个什么 Clear Contents也是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那如何撰写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一样切到开发人员Visual Basic 第一个那我的按钮名称的话 叫这个黑名单筛选 也许叫后面加一个VBA 也是用VBA来写 那当然我一样嘛 先打一个先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呢再就是写一个Sub 然后按钮名称Enter就可以了 那里面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我先按一个TAB键 我第一步呢是希望怎么样 那在这个地方先帮我呢 我先把那个筛选先取消就好 其实我们先不要筛选OK 然后呢我们理论上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第几列呢第二列 到第几列呢到 按到那个 第几列到第几列 我把Ctrl向下 到1000列 2到1000列 那我做什么呢 把这个公式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你会发现后面这个数字会变 后面这个数字其实就I OK 所以第一步的话 如果按照之前的写法 就是一样 for 我们先讲 for I 等于 2到 1000 OK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然后呢 我要在 哪一个储存格呢 这个储存格 输出这个公式 所以我用Sales 有没有 I列的 到点 什么呢 B欄里面呢 我就先等于一个空字串 有没有 然后就把这个公式呢 直接复制 再按取消 再把它切回到这个Visual Basic 把这个公式贴过来 然后 你会发现 如果用名称的好处 就是根本不用改 有没有像之前 如果不是名称的话 那很麻烦 一串 你看 突然用定义名称 配合VBA 真的就清爽很多 然后面只是改这个 有没有 这个2的话把它改成 双人号双人号 一到中间 and and 再一到中间 加个i就可以了 然后把and 前后 空白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 有没有 可是喔 特别注意喔 我如果这样写的话 假如说我现在这样执行 在目前这个工作表 是OK的 可是问题喔 我们将来的按钮呢 是在这个 这个工作表 对不对 所以如果将来喔 我如果执行的时候 应该不是在这边执行 因为按钮不在这里 而是在这一个工作表 的这个位置 所以喔 如果将来我这样按下去的话 会怎么样 他把公式丢在这边来 这边没有东西耶 所以变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喔 就是你必须要告诉他 在哪一个工作表 所以呢今天的话 要多学一个东西 我要怎么样让那个程式知道说 啊我不是在这个工作表 而是在这个工作表里面喔 OK喔 所以喔 你必须要多学一个叫 sheets的物件名称 那所以呢 告诉他说 我的这个储存格 并不在现在这里喔 而会是在哪一个 记得喔 把它打在前面 打在这个sales前面 打一个sheets shets 因为是复合啦 就是很多个工作表 叫sheets 其实还蛮好记得 sheets 然后后面加个瓜糊 瓜糊里面的话呢 跟他讲几个方法 你可以输入1也可以 1的话指的是 第一个工作表 不过 比较建议喔 你给他名称 名称的话就是在瓜糊里面的话 你就加一个双语號 告诉他说 哪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那我们叫查询名单 那这个比较推荐啦 因为有时候你那个顺序 如果变动的话 那程式又会 又会发生错误 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名称的话 相对的比较没这个问题 然后后面记得加个点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那个储存格 是在 那个这个工作表 哪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 里面喔 并不是在我现在这个工作表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的叙述的话 他会以为你是在你现在的这个工作表里 那就会发生错误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啦 所以以后 跨工作表 基本上喔 就是在储存格 或者是在范围 或者在栏列啦 反正前面呢 你就要加一个什么 哪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这样就OK了 这个就跨工作表 OK 那第一步 第一步应该不复杂吧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假如说我把这个删掉 这一栏删掉 我先执行给各位看 执行 就是只有回圈嘛 那你会发现呢 他就一直跑 但是你现在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是在另外一边喔 所以他这个地方执行比较 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 但是有没有执行 可是比较容易 写错的啦 因为看不到 看不到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种会开始 到底有没有 就会比较容易 写错啦 所以特别注意 跨工作表 这还蛮重要的 因为以后的话 你的工作里面呢 应该不太可能只是单一工作表 大部分都是跨很多工作表 作业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就解决了 那我们有这个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什么 在B1这个地方 按下筛选 有没有 所以喔 特别注意 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呢 在哪里呢 在VBA里面呢 去做 所谓的筛选这个功能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另外的话呢 我筛选完之后 比如说我筛选嘛 筛选就按下它 然后我其实动作是这样的 就是把这个第二个栏位的里面是1的帮我留下来 对 然后呢 再把这个资料 有没有 然后按下 再把您择订在a 复制到另外一边去 所以等一下 这个动作 其实VBA里面呢 就是两行程式就搞定 就两行程式喔 OK 那怎么做 我先 其实 你说难不难 但是 真的很很很很单准 只是说 你可能喔 不一定要不用死倍的 所以特别注意1 我们先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丢过来了 第二个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做筛选 可是这个筛选动作 在VBA里面该怎么写 所以这个也许 我这边上面加个简单的注解 也许这个是第一步 也许单引号1 后面你可以写一点东西 第二步的话 那我们就是做筛选 那当然第三步的话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是把筛选到的东西 再复制到查询结果的工作表 所以那第二个步骤怎么做呢 我们刚刚是什么 游标放B1 然后按下筛选 把1的部分留下来 那如果我要做同样的动作 用VBA该如何撰写 首先的话 这边说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的话你用Range Range的话告诉它什么 告诉它范围 哪个范围 就是你目前有资料的范围 应该是从哪里呢 从A1吧 范围到B 应该是最下面一千 一千比的话应该是吧 一千里一 感受向下 应该到一千吧 一千列 所以应该是B的一千 那第一个的话 我先把那个范围 先框 框起来 一千 那第二个的话 就这个范围 跟他讲说 就这个范围 那当然你如果用那个 刚刚以Sale不用 在VBA要跟他讲范围 第二步的话 你请你按下点 那筛选的话 在VBA 它的对应名称 叫做Auto Filter 所以你就打一个 打一个AU好了 OK 那其实你大概打AU 它也会提示 这边会出现一个叫什么 Auto Filter Auto Filter 其实就指的就是筛选的意思 所以你这边的话 把它点亮一下 Auto Filter 空一格之后的话呢 它会问你几个问题 那其实你只要 回答它两个问题就好 因为它其实后面 有第一个问题是Field Field是哪一栏 第二个问题是 条件是什么 后面还有什么 Operator 就是说是连级还是交级呢 然后还有Critenium 2 就第二个条件 不过我们没有那么多条件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End All 所以我只要回答第一个问题 跟第二个问题就可以 那第一个问题是 你要帮你筛选的是哪一栏 特别是Field的就栏 那栏的话呢 记得要给数字 那我要根据哪一栏做筛选 应该是这一栏吧 这一栏的话 一般是B栏 可是记得 你就输入2就可以了 第二栏 记得Field 它要给的是一个数字 是第几栏的意思 再来逗点 你会发现 如果逗点 本来初底字 它会跳到这个初底字 其实也是用提示 问你 那你要找什么东西 我要找那个数字是1的 所以你就输入1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筛选部分 但问题一样哦 因为我是跨工作表 将来按钮是在这边嘛 那我的Range如果是指这个 这边没有那个嘛 A到B栏没东西 所以记得 你必须要在程式前面加什么 加哪个序值 所以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是 把这个序值 直接复制到它前面 这样子的就是什么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范围 那帮我筛选出来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所以再来的话 第三个就是把资料扣过去 所以我们试一下好了 其实这边 如果我现在直接在这边按F8好了 这边已经跑过了 所以我直接这边设个中断点 这边停下来 把它执行过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但因为前面要跑 跑到这边停下来 这个叫强制停止 那目前是停在这还没动哦 我们来试一下 按F8 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动作呢 其实就等同于 我们之前做的一模一样动作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什么 把东西扣过去 把什么东西扣过去 把A2到这个底下这个范围 之前是按选取Ctrl11 贴过去 可是如果在 那个什么 Esell里面 VBA里面该怎么写 其实VBA里面要复制资料 也非常简单 要怎么call 特别注意 概念是这样子 就是我要call的范围告诉他 所以我要call的范围 当然因为他现在筛选的话 是已经把一些东西隐藏起来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也是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当然有些看不到 为什么看 它隐藏 筛选其实是把你不要看到的隐藏起来而已 OK 所以如果隐藏起来 你这样要复制也复制不到 有没有 所以我们刚刚Ctrl向下 你还CtrlC 它没有复制到 那所以同样的道理 后面的话你可以点什么 加一个copy copy什么 copy后面空一格 特别是哦 这个方法非常非常好用 因为常常的同学问说 老师我VBA里面 如果有一个范围 我怎么把它call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有没有 其实就是这样写 非常非常简单 只是我发现 一般人好像不会写 而且坊间书籍也没有特别写 那后面的话 其实只要给一个东西 哪个东西呢 你要call到哪里去 那特别注意 因为将来的按钮一样在这边 所以这边不用跟他讲哪一个工作表 可是copy要 所以我们怎么样 后面记得我要call到哪里 其实就call到A1 call到哪一个工作表的A1呢 call到自己本身的一个查询结果 所以A1前面不用加上 那个工作表名称 可是你要复制的来源 前面就要什么 要加这个 就这样子 就是那个范围的资料 就这个范围资料 帮我call到A1去 这样就大公告 不过特别是因为将来按钮在这边 所以我把它切过来 然后我再执行它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我把它拉上来 那VPA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程式让它可以回头 这样呢 试一下 按F8 资料就call过来了 不过会有个问题 我们call好像只要call什么 call那个A栏 不需要B栏 但是现在好像连B栏都call过来了 看一下结果 没结果对不对 Ctrl向下 对啊 28个 可是其实 我好像B栏的不要 然后呢 我第一列也不要 有没有 所以哦 我们再倒车一下 所以这个 这个等于是 我再来一次 这个不要 所以我必须扣掉这个范围 跟扣掉第一列 所以要怎么扣掉 我这边用什么 用清楚全部 所以哦 如果我要call正确的范围 应该怎么写 把它倒车 这边可以拉上来 记得哦 这边怎么样 不要B就好了嘛 有没有 Copy的时候 我不要B栏的 然后呢 我不要A1 我要从A2开始 有没有 这样再call这个给各位看哦 你会发现哦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其实 只是变化一下 有没有 call过来结果 就完全符合我们要的 OK 所以哦 所以已经写完了 那最后的话 我再直接在这边按钮 因为我这边按钮的名称 跟这边是match的 因为这样你们另外再做 那我再执行一次给各位看哦 再跑一下 他结果呢 一样 这中断点可以把它拿掉 因为点就让他全部跑完 一样筛选 一样call过来 结果是不是28笔呢 应该27笔 对 那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程式其实只有三个部分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哦 第一个的话就是跑那个回圈 把公式丢到储存格 第二个的话利用那个哪个range的autofield筛选 顶多是加前面的工作表名称 那copy的话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是整个call的话 那就会有call到b欄跟a1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只要什么 a2底下的a1000 没有隐藏的那些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用点copy copy的话你告诉他哪里呢 到我的a1 不过你会发现这个rangea1前面没有工作表名称 因为我是call到这个工作表 那就不需要 除非说你可能用另外再call到另外工作表 那你就跟他讲 你帮我把结果call到另外工作表 那前面就要加sheets 加这个哪一个工作表名称的 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写的其实程式不多 但是非常容易写错 所以刚刚写的就是在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二页哦 有没有就是这个部分 这是第一 这是第二 这是第三 好了画面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哦 如果用录制聚集的话 录下的城市一大堆 但是如果你用eVB来写的话啦 就是城市根本没几行 而且每一行哦 都还蛮好用的 像autofilter 如果以后会用的话 你现在可以用autofilter 来写一个所谓的查询系统 城市真的没有几行 你还可以马上输入关键字 把你要调出来的资料马上调出来 所以你要做报表的时候很方便 查完马上把那部分资料再延续 再丢给也许枢纽分析表 处理一下 那你的报表其实很快可以有一个答案出来 OK 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另外的话还有点copy的方法 哇也非常好用 真的城市不多 但是效率非常高哦 OK 跨工作表的复制资料 试试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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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